欢迎收看老包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几部 爱的没完没了的纯爱电影 与君相恋一百次 奎海和鹿青梅竹马 两人和朋友组建了一个乐队 暑假后 奎海要去英国留学 而鹿也要去外地了 两人虽然偷偷暗恋对方 可谁都不认同破窗户纸 做完男儿的龙心良却没有怎么挠 他找鹿谈起了自己对奎海的感情 而鹿爱与朋友身份 表示自己并不在意 还大方鼓励了他 奎海来找鹿讨论新歌的事情时 并让他上台表演 可鹿只是回绝 并让奎海要和龙心良好好的 这让奎海很难过 7月31号是奎海的生日 也是乐队要表演的日子 演出前 作为奎海好姐妹的黄发妹 因为喜欢着龙心良 觉得奎海和鹿不清不楚 会伤害了龙心良 便对奎海发了脾气 面对接二连三的烦恼 奎海在台上表演发挥失常 他心情沮丧地离开了 没想到却意外被车撞伤 奎海吓得从客桌上惊醒 发现是自己做梦 可随后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和梦中一样 这让奎海有些害怕 在惊慌之余 奎海无意发现 鹿也得知 自己即将会出车祸的事情 所以问下 鹿告诉奎海 自己用一张 可以倒转时光的照片 是自己将时光 倒转回了 奎海出车祸的六天前 因为之前能穿越的 只有鹿自己 而这回 奎海也穿越了 于是鹿相信奎海 车祸的事情被改变了 为了让奎海相信自己 鹿再次带奎海 利用唱片穿越 而奎海也才了解到 总是对所有事情 都能从容不佛的鹿 其实是利用唱片偷偷作弊 暗地花了很多努力 而鹿这样的努力 是为了能够在奎海面前 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两人在知道彼此的心意后 却理了关系 奎海而回到 两人马上交个奔东西 之前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于是商讨下 鹿带着奎海回到了一年前 两人以情侣身份 开心地度过了大学最后一年 专业又到了毕业季 乐队依旧在奎海生日当天演出 而没想到的是 奎海还是在这天被车装死了 鹿无法接受事实 他跑回家 再次用唱片倒转到六天前 于是奎海再次从课桌上醒来 鹿冲进教室紧紧抱着奎海 鹿想不通为什么 奎海还是会同一时间发生车祸 他跑去图书馆研究 在他起身去厕所的期间 奎海来找他 却意外发现了鹿的笔记 上面记录了鹿穿越后 尝试的99种旧奎海的方法 奎海也得知了 自己最后还是会死亡的事实 晚上 奎海前去找鹿 却听见了叔叔和鹿聊天 了解到鹿之前企图以命换命 却在推开奎海时 导致两人一起穿越了 而鹿更是因为奎海一直停滞不前 他只顾改变奎海的人生 却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未来 奎海眼看见鹿因为自己而挣扎 他不忍心鹿一次次看着自己死在他的眼前 也不愿鹿一次次失望 他劝逐鹿放下自己好好生活 更将唱片给摔碎了 这次没办法再倒转时间了 鹿万分难过 整天只想修好唱片 唱片曾经的主人 叔叔告诉鹿自己也曾经用唱片去拯救心爱的人 可是他没法救他也没法殉情 饭累到在病床上那个 爱人的灰心意识 都让叔叔觉得 要远去的爱人真实的在自己身边 叔叔问鹿 你真的要把这么重要的时间用来修理一张破唱片吗 鹿终于有所觉悟 决定好好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 为了让苦海开心 他决定参加演出 哪怕这次没有机会作弊 鹿也愿意展现自己的不完美 演出后 葵海望着鹿深情地说了再见 最后葵海还是离开了 朋友们参加了他的丧礼 而鹿也终于不再执着 开始了新的人生 人的一生会经历无数次离别 无论生老病死 分别都很难 而更难的是让自己能打心底里 接受分别 可是啊 时间却是无情的 当你只顾想着昨天的彩虹时 你或许会出过脚边的肛长的嫩牙 以上就是本期老包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包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